非常高兴大家今天来听我们的分享 今天分享的主题是基于Tekton来构建大规模云原生CICD系统 会由我和我的同事金明为大家来这次分享 这次分享我们的议程主要分为几个方面 首先我会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字节调动在云原生Developed CICD系统上建设的一些理念 接下来我的同事会为大家介绍Tekton的架构 以及我们基于Tekton构建Developed平台的一些实践和经验 为了云原生架构的设计理念 已经成为驱动我们业务增长的重要支柱 其实字节调动整个基础设施的发展 也是云原生眼镜的一个缩影 我们从很早就开始拥抱了云原生相关的技术 目前的话当CMN集圈也达到了10万台的规模 微服务数也接近了10万 实施容器数接近千万 每日的线上变更达到了4万尺 我们主要围绕着三个重要的理念 来构建我们当前云原生的架构体系 首先是基础设施的平台化 即利用云原生的技术来统一纳管基础设施 在广泛采用云原生技术之前 我们还无法屏蔽掉底层的物理资源 对业务方而言是有额外的使用成本的 也不利于业务的快速迭代 无法从全局去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而拥抱云原生之后呢 我们得以逐渐收拢资源 构建基于Kubernetes的一个业务入口 另外一方面 云原生技术呢 也进一步降低了我们去构建多云弹性的能力 目前我们的技术设施运行在各大云服务厂商之上 根据业务的需求 可以实现快速的弹性和容资的能力 后面我的同事呢 也会简单介绍一下流水线 这是多余地域的一些实践 其次呢 是应用价格的现代化 也就是图中的第二个框 这块的话呢 其实核心的逻辑是回答 如何重塑我们构建应用的一个方法 去面对当前比较复杂多变的这个数字世界 这里我们充分结合了云边端的能力 实现了云化 移动化和轻量化 从原生的角度来看呢 我们实际上是期望做到围绕应用和服务的核心 来构建我们的平台 在基础设施平台化之后 我们从2018年也逐步开始了ServiceMesh的建设 构建公司级的流量和容资体系 基于染色的这个精气化调度 还有一些强制安全策略的 为业务提供了相当多的基础基督能力 当前已经有3万家的微服务运行在生产环境当中 而在其他方向上 例如函数计算也仅上量 日均活跃函数达到10万家 在云边协同 边边协同场景上 我们也借助云原生的技术 实现了核心计算引擎 比如说边位容器 边位函数 落地了注入直播 图片服务等场景 在移动端呢 我们构建了晚辈的端技术框架 结合云实现了一站式移动研发流程 在开放平台 轻服务 性能观测上 都有比较不错的落地的场景 最后呢是开发运维的敏捷化 如果说基础测试平台化和应用架构的现代化是基石的话 那么敏捷就是业务实现快速增长的重要引擎 通过敏捷化的业务迭代 才能够将云原生架构积攒的能力输出到最终的用户手上 那么今天的主题呢 主要也是与敏捷化相关 在接下来的几APP当中会重点展开 那这里就不再赘述 基于以上的介绍的话呢 其实我们认为云原生不仅仅是develops 微服务或者直接续作平台化 而是一系列的平台和一系列的方法 一系列的实践 构成了这个云原生整体的这个架构理念 值得一提示呢 其实现在我们的整个云原生的架构呢 也在探索下一代的架构该怎么去发展 比如说这样敏捷化的话 我们也在延伸出标准化 比如说如何去在这么多微服的场景下 做到一些标准 那么去降低我们的成本 去做我们的性能优化 那么应用架构的这个现代化呢 也尝试的去理解怎么去做好分离化 这样的话去应对这个5G和AIoT的一个演进 另外的话在平台化层面上呢 我们也去考虑 怎么去利用这个智能运维 或者说云加数加字的方式 去做到更好的智能化 接下来简单介绍我们在DevOps设计上的一个理念 严格来讲 DevOps设计到组织工具团队等方方面面 限于篇幅和主题 今天重点介绍我们在DevOps平台设计上的思考 DevOps平台的设计的逻辑呢 是一套分层的理念 首先 DevOps平台的基石是原子能力开放中心 既有那些用户和平台共同贡献 在研发全流通当中最小的执行单元 最简单最直观的例子就是代码扫描 稍微复杂一点的能力 比如说分级部署 我们将DevOps平台和基于Kubernetes的发布平台打通 实现了小流量部署 单机房部署 全流量部署等能力 原子开放能力呢 是支持了这个生命周期的管理 最重要的是我们订阅了一套原子能力标准 使得原子能力在复用性上有大大的增强 例如我们质量架构部门的同时呢 可以将质量准入准处标准 固化的原子能力当中 还可以去挥度实践一些新的质量方案 比如说FTF 一种基于流量的新型自动化测试 它呢可以将测试自动化升级为测试自制化 那么这样一些能力呢都可以通过原子能力去提供给终端的业务方 据我们统计啊 某些常用的原子能力日均使用次数超过了千次 接下来呢是核心的流水线定义 我们称之为效能的操作系统 它对上呢承接不同的业务 可以定义针对业务自身特性的一些流程 对下呢去衔接各种原子能力 通过原子能力来丰富流水线所能提供的场景 流水线部分也是我们连接仓库 需求 服务 多环境管理的重要部分 在接下来的几APP当中会展开讲解流水线 这里就不再赘述 最后呢是贴近业务的研发模型 一般由业务来基于流水线能力自行定义 DevOS平台提供的主要能力呢 在这里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是试图的管理 让用户有统一的试图来关注需求变更 以及代码分支的能力 现阶段我们主要经历还是聚焦在研发车的活动 那么未来的话呢 还会更加关注于在需求度量和变更等不同维度的一个能力 另外一方面 DevOS平台会提供租户管理 全线管理 通知管理的能力 以及支持业务接入的专项方案 全面补权平台化的能力 在分享了一些我们对Cloud Native和DevOS的理念之后 接下来我们简单介绍一下CICD 也就是上面提到的流水线部分 这里呢我先做一些简单的铺垫 那么后面会有我的同事来介绍GVTech的时间 我们针对CICD的设计呢 有两个原则 一个是灵活性 一个是模块化 对于灵活性而言 我们认识到公司的研发团队是多种多样的 研发知识也是各异的 那么想要通过固定的模式来完成研发活动是不切实际的 那么在丰富的原子能力之上 我们势必需要支持自由编排的方式来匹配各种业务场景 基于Tecton流程引擎 我们可以很大程度上满足需求 其强大的扩展性呢 也为我们持续演进流水线提供了保障 模块化是流水线设计的第二个原则 其实它呢与面向业务的灵活性而言是一体两面的 也就是说我们尽管为业务提供了较高的灵活性 但是对平台车而言 我们还是希望有能力去推崇一套较为标准的研发使用知识 去方便业务的接入和统一 我们基于模块化的思想设计了构建类 测试类 部署类 前端类 功能类 等不同类型的接入方式 并且呢也在持续扩展当中 基于CICD流水线 我们实现了各种上层的业务场景 比如说火车发布 滚动发布 多环境 地购部署 自动化测试等 目前也已经有大范围的使用了 接下来呢会有我的同事金明介绍Tecton 以及我们的实践 大家好 我叫岳金明 来自自业跳动 目前主要负责Path2B业务 非常感谢得员前面 对Dev4L和CICD系统的介绍 接下来由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基于Tecton 构建大规模运渊生CICD系统的一些经验 首先对Tecton做个简单的介绍 Tecton是一个功能强大且凝活的 用于构进CICD系统的开源框架 主要有三个feature 第一个是Crupulative 所有流出性定义和运行 都是基于Crupulative CRD 直接通过Crupulative CRI和APS server 就可以对它们进行操作 第二个是CICD系统 兵排框架 我们可以基于它抽象的CRD 定义出任意组合的Pepeline流水线 来完成各种程序下的CICD任务 第三个是Tecton正在打造的完备生态系统 包括CRI、Dashboard、Catalog和Hub 希望通过生态中的一系列工具 来降低用户的使用门槛 例如CRI是基于Kubernetes CRI构建 能够更加高效地跟Tecton交互 Dashboard是Web页面 能够比较直观地看到流出性的执行情况 Catalog和Hub是社区共性的流出性模板 方便大家复用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Tecton的历史背景 它源自于Kelative的子线目Build 后来作为独立的开源项目引进 目前主要由谷歌、Redhead等公司贡献 并已经加入CD基金会 CD基金会是Ninux基金会下 专注在持续交付领域的一个基金会 Tecton在社区已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使用 Kelative和JenksX中的CSD的利益 都是基于Tecton 接下来介绍一下Tecton的架构 Tecton按层级定义了一组Corelate CRD 来描述流出性及其运行 这样就保证了足够的灵活性 图中除了左下角的Pepden Controller 其他都是Corelate中的资源 最小的执行单元是Step 基于一组输入 执行后会产生一组输出 Task是一组顺序执行的Step的集合 也可以只包含一个Step 一组可以券型和并行执行的Task 构成一条Pepernet Pepernet Run是基于一定输入的Pepernet的执行 而Task Run是基于一定输入的Task执行 Tecton最终都是基于Corelate Pod来执行流出线 一个Task Run对应一个Pod 一个Step对应Pod中的一个Container 左下角的Pepernet Controller 是Tecton唯一的核心组件 它控制着整个流出线的执行过程 执行流出线时 会创建一个Pepernet Run 来管理多个Task Run Task Run又会管理具体执行的Pod 一次流出线的执行过程中 如果不同任务之间需要共享数据 可以通过PV实现数据的传递 我们希望打造一套大规模云原生CRCD系统 来支撑业务的发展 由于我们的业务量非常大 而且需求比较复杂 Tecton只能满足我们前两条需求 在大规模上有一定的局限性 Tecton完全基于CRD 这导致它跟Coreless的偶合非常紧密 这种实现其实是一把双刃键 优势是足够的Coreless Native 能够充分利用Coreless能力 利于前面提到的直接使用Coreless CRI和APS Server 逆时是受单个Coreless集群的规模和性能的限制 同时也无法满足因资源安全等因素 需要独占集群的特殊场景 我们的CICD系统叫Codepep呢 简称CP 就是为了解决Tecton在大规模和多集群等方面的面临的挑战 这是CP的架构图 整体比较简单清晰 上面是控制面 包含两个核心组件 CP Server和CP Controller 以及两个外部依赖 数据库MangoDB和对象存主TOS 下面是数据面 多个Coreless集群承载着流水线的运行 每个集群中都运行着一个Pipeline Controller 来控制该集群中流水线的执行过程 CP Server是APS Server 对外提供API 当流水线被触发时 会从MangoDB中获取流水线定义 结合触发参数 构造出Tecton的Pipeline Run 根据调度策略 下发到执行的Coreless集群中 默认情况下会使用共享集群 用户如果对构建集群 有安全资源等方面的特殊要求 也可以自行注册集群 在流水线执行时 调度器会把流水线调度到 用户注册的集群中 CP Controller监测各集群中 Pipeline的执行情况 将流水线中各阶段最新的状态和日志 分别持续化到MangoDB和TOS中 具体实现是 CP Controller会为每个集群 通过Grooting的方式 起一个Controller 来握起相应集群中 Pipeline Run的状态变化 并实时更新到数据库中 当Pipeline执行完后 会先起一个Grooting 来收集Port的日志 并持续化到TOS中 同时把Pipeline相关的资源 清理掉 当集群数量非常大 这种一个Grooting处理一个集群的简单的方式 可能会给CP Controller带来性能问题 到时候我们可能会做一些下定策略 让一个CP Controller只负责管理一批集群 而不是像现在管理所有集群 刚刚介绍了流出线日志执行完后 收集便只有喝到TOS中 这只是针对于历史日志 对于流出线运行过程的实时日志 CP Server是直接调Coplatus的日志接口 来获取Port的实时日志 并对外提供一个WebSocket的实时日志 这只是查询接口 下面介绍CP的一些重要概念 与Tekton相比 比较基础的Step Task是复用的 但是比较上层的Pipeline和Pipeline Run 根据产品形态的需求 计划成了自己的Pipeline和Pipeline Record 由于用户并不用关心Task Run 所以对用户屏蔽了这个概念 同时从提升应用线的角度 CP额外增加了两个概念 一个是Stage Stage是一组并行执行任务的集合 这样就能够清晰地在流水线中 体现出各阶段 另一个是Workspace Workspace是用来高效管理一组流水线 包括它们使用的代码源 以及分组和全线控制等 这是一张流水线编排的截图 最开始是代码源作为输入 接下来就可以通过拖拉拽的方式 对阶段和任务进行高效的编排 灵活地控制这些任务的串行和变形顺序 针对于每个任务 都可以添加多个串行执行的步骤 任务不仅可以直接从任务模板中选择 也可以自定义任务的内容 同时我们也可以把这些编排好的流水线 保存为模板 方便后面基于模板 新进相同的流水线 前面提到我们的目标是 打造大规模云原生CICD系统 那么这套系统的性能到底如何呢 这里有一组压策的数据 3000个Workspace 20万条流水线 5000万条流水线执行记录 在这样的数据量级下 能够支撑500多条流水线同时并行执行 这里简单列了一些比较耗时的NIST API的数据 它们仍然能够保持比较高的QPS 和比较低的延迟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 NIST pipeline在查询流水线的时候 会获取和分析最近一次执行记录 因此它的QPS相对于Workspace 直接查数据库会低很多 部分业务还在往这个平台签议的过程中 后面我们还会持续优化和提升性能 最后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些经验和总结 首先是针对于大规模的扩展性 主要有四点经验 第一点是 使用数据库来存储流水线和流水线执行记录等原数据信息 这样就避免了使用CubeLatis来存储的性能问题 方便我们充分利用数据库的特性进行性能优化 第二点是 仅仅使用Tectone作为流水线的执行引擎 跟第一点结合起来 就能达到流水线原数据和执行分离的目的 第三点是能够注册更多的CubeLatis集群来执行流水线 不仅解决单个集群规模和性能的瓶颈 而且也能够满足对流水线运行环境 有特殊需求的业务场景 第四点是流水线能够运行在任何标准的CubeLatis集群上 极大的放宽对流水线运行环境的限制 这四点结合起来就充分体现针对于大规模的凝活口困展性 其次是针对于大镜像的构建速度优化 在AI场景中我们经常会遇到非常大的镜像 我们将单个20G的AI镜像的构建时间 从30分钟缩短到5分钟 CP使用Docker开源的工具BuildKit来构建镜像 由于流水线都是跑在CubeLatis集群中 为了安全考虑 BuildKit必须在容器中以Ruteless的模式运行 这会导致BuildKit的参数 OCI Worker, Snapshorter默认的FU's Overlay FS不生效 从而回头到Lative模式 在Lative模式下 镜像构建的每一层都会复制 所以大镜像的构建速度会非常满 通过FU's Device Plugin 将DV FU's注入容器中 这样BuildKit即使在没有特权模式下 也能够使用FU's Overlay FS模式 最后是提升流水线的运行环境的安全性 很多流水线在一个共享的集群中执行 不同流水线的POD掉落到同一台主机上 有些甚至会拉取一些外部依赖并执行 这对整个构建环境的安全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为了保证用户的安全 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安全加固 首先是主机开启安全防护 防止上面运行的容器越拳攻击 其次是围绕Copulets的安全加固 给执行流水线的POD赋予最小权限 通过APP Armor限制容器对资源的访问 通过SigCom限制容器的系统调用的 然后就是一些敏感数据需要及时清理 使用临时的Secret的推拉镜像或拉取代码 并在使用后立即删除 用来给步骤间临时共享数据的PVC 设置为Delete回收策略 流水线执行完后会自动清理PV中的数据 最后通过网络策略来限制访问 在CSD场景下 流水线的POD不需要相互访问和对外提供服务 只有从外部拉取代码依赖和镜像时 才会产生流量 因此需要禁止东西向流量 只允许流入的南百线流量